我们回来关心到生态杀手鱼虎繁殖力惊人 几乎是没有天敌 高雄莲池潭也沦陷了吗 日前就有钓客在莲池潭钓到了一只大鱼虎 长达有80公分 重达6.17公斤 让他非常惊讶 几乎这个在莲池潭非常罕见 民众在莲池潭钓鱼 不到一会儿有鱼上钩了 扭一下扭一下 扭一下就扭向了什么 扭往扭往 有扭往OKOK 鱼猛力的拉扯这力气之大 民众握紧丢根 小心翼翼收回钓鱼线 加上朋友拿捞网支援 不过一条大鱼 同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鱼虎 民众近乎连连 这在莲池潭可说相当罕见 感觉像钓到泰国里 或者是类似琵琶鼠这种 几秒钟过后 它开始发力的时候 往外冲的时候就觉得 不一样 慢慢跟它搏斗的这种方式 搏到它完全一样 这只鱼虎相当的大长八十公分 重六点多公斤 成年人单手抓鱼都觉得吃力 其实这鱼虎属于外来种 成年体长可高达三十到六十公分左右 劣势性还有繁殖力强大 几乎没有天敌 对生态危害极大 这个案子目前已经通报 莲池潭的场域管理单位观光局 去加强场域管理 以避免环境的冲击 莲池潭首见鱼虎的踪影 是在2017年一次船艇钓鱼 比赛活动中发现 直到2019年 市府在指定区域开放钓鱼 兼顾民众休闲活动 还能将鱼虎对莲池潭生态迫害 涨到最低 这是我孟廷克成好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